我請教陳業 到底什麼叫做元宇宙 元宇宙到底在夯什麼 其實元宇宙這個名詞 最早出現是在一九九二年 一本叫Snow Crash的這一本小說當中 這個作者啊 他虛構了一個巨大的一個城市 是在網路世界裡面 而且你要透過電腦 你才能進入 更重要的是要戴頭盔 奇怪一九九二年 那時候他已經想像了這個 破壞了這個場景 然後你在裡面 你可以做各種的事情 你可以有自己的分身等等 但是唯一的限制就是身高 大家都一樣 我覺得這可能就沒有歧視 但這個是小說對不對 可是在二零一八年 電影一集玩家裡面 把這整個小說的情節 似乎整個端上大螢幕 在這部戲裡面 這個電影裡面 大家其實最近應該 我覺得好好的再去看一下 因為當時其實 我有點看不太懂 但是現在回想起來 我懂了 因為你就是戴上頭盔 然後穿上這個感應的衣服 一定要有這套衣服 因為你才能有接觸的感覺 對不對 然後重點是有一個全360度的跑步機 因為你在上面你要走動啊 你要去哪裡啊 然後你可以在工作談感情各種 而且很重要的是裡面還可以賺錢 你賺的幣也可以花 那當然這個時間點很久了 大家會覺得說 怎麼突然之間好像夯起來 你看一九九二年 其實最早2014年宏達店就推出了 AR的一個頭盔 那包括連臉書 微軟都有做 可是那時候說真的 我覺得環境的問題 因為你需要有網路 你需要有高速運算 你需要有雲端 你需要AI 沒想到這些東西 就在這幾年 因為也疫情的關係 整個壓縮 整個爆發出來 去年非常有趣的 美國一個非常知名的 老舌歌手就在這個要塞英雄上面 辦了一個虛擬演唱會 哇 多少人上去參加 兩千七百萬人 兩千七百萬人 然後一個博客來的學生 他辦了一個畢業典禮 在網路上 Minecraft 這個虛擬世界裡面 辦了一個畢業典禮 然後校長一樣上來致詞 然後大家一樣上去 都是虛擬分身 哇一樣丟帽子 好開心 都在去年 疫情把這些事情整個帶出來 然後甚至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包括這個學術會議 去年也辦了一個AI的學術會議 那我覺得今年大爆發是因為 三月份這個 這個Robox的這個股票上去以後 大家才注意到 因為大家認為這是第一個真正 實現這個元宇宙的一個遊戲公司 他不只包括社群 然後因為連這個微軟 在他的開發者大會上 也講到元宇宙很重要 我們要把企業往這個方向帶 然後甚至臉書直接改名對不對 而且我真的我上去查 我用FB去查他的股票代號 真的股票他還是叫FB 但之後會改叫NVRS 但是他的名字前面 現在真的叫Metang 不是Metang Meta 對不起是Meta 不是Metang 所以這整個改變 連這個NVIDIA 他也講到一個非常重要就是說 因為他們要往這個方向發展 讓變成一個平台 所以大家都往這個方向走 所以你看遊戲也好 包括會議也好 然後包括各種生活端的應用 還有包括軍事武器的一個訓練 那很多人就會想說 這個真的可以嗎 其實你想要走進元宇宙這個世界 我覺得你先去真的我剛才講那個小說 我上網查的 絕版的 那應該是翻不到了 如果有人手上有這本書 搞不好就會爆紅 那你去看一看一集玩家 駭客任務 駭客任務也有戴那個頭盔 然後呢你去看一下這個動物生友會 這些你就可以比較了解一點點 當然如果因為十一月一號的時候 簡單的講 現在有臉書這種大咖 然後有微軟這種雲端 AR VR專長的大咖 然後又有企業界 然後又有一堆玩家跟虛擬世界 那就串聯出一個新的宇宙世界 所以有人說今年應該就是叫元宇宙元年 而且接下來接下來的十年 就是這個虛實整合的方式 就是不斷的在成長 不斷的在成長 所以為什麼這個ROBROX 他股票掛牌 他在去年的市值是四十億美金 但是掛牌以後衝到四百億美金 十倍 那他也發了一個叫ROBX的這個幣 很多玩家在上面創造遊戲以後賺這個ROBOS 已經有三百人 靠這個ROBOS的收入十萬美金 那當然臉書本來因為醜聞的關係 就是不是有一個這個吹哨者事件 股價一直跌 可是這幾天為什麼暴漲 因為改名了 那我覺得當然最重要焦點 還是在HTC身上 因為呃 沉疾了這個十幾十幾年 股價從一千三到現在 我像很多人提到HTC會翻臉 但是現在的股價的暴漲 也帶領了這個元宇宙 其實這一次的元宇宙 對臺灣的產業界來講 我覺得是我們非常重要的機會 因為我們不論在硬體上面 晶片的晶圓 IC設計的高速運算 繪圖軟體啦 包括軟體人才 其實我們都有很大的機會 所以也不要只是看說元宇宙概念股 沒有賺錢就瞧不起他們 未來這個元宇宙的爆發力 應該是超乎我們的想像 我們兩千年討論網路泡沫的時候 網路公司沒有一個賺錢的 對 但是賣網路設備的都賺錢 當時的亞馬遜就是網路泡沫 那時候起來的啊 那現在有多可怕 所以我覺得元宇宙這個 對臺灣的產業來講 我們的底子是很強的 是很有機會 就是說不要只以這個宏達電 當作元宇宙的唯一啦 好我們稍後回來